第六題在0.5莫爾的葡萄糖分子C6H12O6內下列哪個選項正確 題目已經告訴我的葡萄糖分子是0.5莫爾 所以總數分子的總數就是0.5莫 所以選項豬當然是錯的 我們看到我們的分子是寫作C6H12O6 我們就表示我們的一個葡萄糖當中 我們會有6個碳 會有12個氫 會有6個氧 也就是碳氫氧的數目分別是葡萄糖數目的6倍12倍跟6倍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有0.5莫爾 那我們就發現我們應該會有3莫爾的碳 我們應該會有6莫爾的氫 我們應該會有3莫爾的氧 然後我們這裡的總數總共是24 所以0.5乘以24 我們的原子的總數應該是12莫爾 所以我們就發現我們的選項A是錯的 那麼選項C呢也是錯的 只有選項B是對的 所以第二題問我們說 下列哪個選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含有3莫爾的氧原子 是3莫爾的氧原子 希望有3莫爾的氧原子 是3莫爾的氧原子 是4莫爾的氧原子